狐狸猫和伙伴们跟着老师到森林游乐区校外教学 途中狐狸猫在地上发现了一个闸虾 赶紧呼唤朋友们来查看 大家看,这个东西好像闸虾哦 可是它硬邦邦的耶,应该不是闸虾吧 小树蛙,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耶,我们请老师帮忙看看好了 老师,这个硬邦邦的,看起来像闸虾东西是什么呀 你们运气很好哦,其实你们手上的闸虾和这个是一样的东西哦 我知道了,这是球果 没错,你们捡到的是松鼠啃食丸的球果 球果 它是果实吗? 不是哦,球果是螺子植物的生殖器官 老师以前好像有提过螺子植物 但是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我记得,维管树植物中 种子植物应有种子而被命名为种子植物 又可以分为种子裸露的螺子植物和种子被包着的被子植物 莉莉说得很好耶 你们还记得蕨类植物的包子有多大吗? 包子和种子有没有不同呢? 包子好小,需要用显微镜才看得到 种子用肉眼就可以看见,比包子大得多 是的,种子明显比包子大 可以储存更多养分,供植物发芽所需 这样比较起来,种子厉害多了 是啊,还有 妈妈买回来的干燥绿豆放在柜子里好几星期 泡水后还是能发芽产生新植物 表示干燥的种子可以长期保存哦 种子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我知道,花粉管将精细胞送到胚珠完成受精,所以产生了种子 对耶,花粉管可以帮助它们相遇在一起 小树蛙和狐狐猫都说对了 花粉管可以让精细胞和卵在不需要水的状况下完成受精 这在陆地环境非常重要哦 植物不用一直生长在水边,可以扩展到比较干燥的地区生长 因此,种子植物是现今陆地上分布最广的植物哦 连来如此 关于种子植物,以下何者正确? A. 罗子植物的种子有果实包裹 B. 种子无法长期保存 所以种子植物只能分布在水边 C. 种子繁殖无法产生遗传变异 D. 种子繁殖属于有性生殖 D. 种子繁殖属于有性生殖 答案为D 罗子植物并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 因此和我们小学曾经学过的开花植物不同 罗子植物的生殖器官就是我们手中的球果 可是,罗子植物不像开花植物 有熊蕊和瓷蕊,要如何繁殖呢? 球果也有瓷熊之分 熊球果可以产生花粉,透过风传至瓷球果 而瓷球果内有胚珠 熊球果的花粉到达瓷球果后会萌发花粉管 将精细胞送到胚珠,与胚珠中的卵完成受精作用,形成种子 罗子植物又因种子没有果实保护而裸露在外 所以被称为罗子植物 罗子植物的种子直接长在瓷球果的鳞片上,没有被包裹起来 就是罗子植物种子裸露的特征 你们再仔细看看,种子有一片薄薄的翅膀,我们称为翅 可以随风散播,让下一代到更远的地方繁殖哦 那我们生活中有什么东西会和罗子植物相关呢? 我知道,我们就常使用松、山、钵和苏铁作为庭园造景,绿化环境又美观 大家常听说的阿里山神木就是红块 它也是一种罗子植物 块木所产生的油脂可以防虫害 而且它的木材质地坚硬是制作家具的好材料 我听说红块的树林很长 台湾的神木多是这种树木 没错,还有一种常见的罗子植物叫做银杏 它的种子称为白果是可以食用的哦 好好奇,白果是什么味道哦 妈妈说佛跳强热到年菜里 就有银杏这种食材哦 台湾红块高大结实,又能防虫害 日治时期的日本政府也爱不释手呢 其实,日本有很多神庙,都能见到台湾神木的影子哦 以下对红块的叙述 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A. 红块不会开花,也没有果实 所以不会行有性生殖 B. 球果相当于开花植物的果实 具有保护种子的功能 C. 红块的球果具有雌雄之分 是罗子植物的生殖器官 D. 红块与银杏都属于被子植物 答案为C 红块和银杏为罗子植物 不会开花结果 它们以熊球果与瓷球果形有性生殖 强化类似被子植物中熊蕊与瓷蕊的角色 协助有性生殖 大家聊着 发现自由活动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 狐狸猫和朋友们一边回到集合地点 一边讨论着今天学到的知识 1. 种子植物会产生种子 种子耐干旱 可长期保存 且借由花粉管完成受精 不需以水为媒介 因此是目前陆地上适应最广的植物 2. 罗子植物的种子裸露 没有果实包袱 因此称为罗子植物 3. 罗子植物不开花 借由产生球果进行有性生殖 4. 罗子植物的球果有雌雄之分 1. 雄球果产生花粉 借由风传至雌球果上 2. 雌球果内有裸露的胚珠 受精后会发育为种子 5. 松、山、柏、苏铁、红筷以及银杏等 都属于罗子植物 人们常把铁树开花当成稀罕式 遇到事情困难重重 无法达成 就说 除非等到铁树开花 才可能发生 其中提到的铁树 指的就是罗子植物中的苏铁 那么在学习过今天的课程之后 你认为铁树会开花吗? 请将你的答案留言在下方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